气血就是人的命根子 气血足不足就从这些地方看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 气血才是最好的药 补什么都不如补气血 那么什么样的人需要补气血 气血不足的人会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啊 气血不足的人容易天天头晕眼花 我们平时会见到有的人动不动啊 就头晕啊 尤其是蹲下突然站起来 还会眼前发黑 得半天才能缓过来 这都是因为气血不足 不能上荣与头面了 第二个看脸色 正常情况下 一个人的脸色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 而气血不足的人 就会出现脸色的发黄或者发白 单单无光 长斑长纹等问题 第三呢 是看头发 中医认为啊 发为血之鱼 一个人的头发好不好 不是你啊 用美发产品就行的 真正给头发提供营养的 是我们的气血 气血足的人 头发多顺滑 气血亏的人呢 头发就干枯毛燥 还发黄 第四个是看手脚 手脚在人体啊 属于四肢的末端 气血充足的时候能正常给手脚提供营养 那要是气血不足了 肯定是要先紧着我们躯干部位 给脏气啊 提供营养 手脚的营养就不够了 就容易出现手脚麻发凉的情况 看睡眠啊 睡眠好不好 主要是由心神决定的 心神安宁 晚上睡觉才能安稳 那么气血不足的人啊 心神得不到正常的乳养 就容易出现心神不安 入睡困难 多梦 容易醒等睡眠问题 最后一个是女性的月经 女性的月经啊 主要是由气血决定的 气血不足的人 就容易出现月经量少 月经推迟等问题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可以自己对照一下 那么如何补气血啊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往期作品